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经济环境 我说了经济环境是什么 主要是企业活动 形成的是吧 围绕着人的需求 主要是生存需求 他图图讲就是吃喝拉撒睡 满足我们这些需求的 开展的一些什么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这些活动就叫经济环境 他们构成了我们的经济环境 我们教材中把经济环境 又从五个方面来解构 第一个方面他就说的 叫社会的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是经济环境的 应该说是一个基本的要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经济结构是指什么呢 国民经济中不同的经济成分 不同的产业部门 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什么 适应性量的比例关系 以及排列关联的情况 就叫社会经济结构 换句话说 这个概念是从整体上来看一看 对吧 从事经济活动的这些主体 他们可以分成哪些不同的成分 可以分成哪些不同的部门 那么这些不同的部分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就叫结构 结构这个概念 我们后面还会讲 以第四章专门第一节专门讲 组的结构 这里面呢 我们先把结构要掌握住 但凡是讲结构 你就记着 他都是要讲一讲 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的关系 就叫结构 结构就是分析 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的关系 就叫结构 也就是说 一个整体分成几个部分 对吧 那么这个部分之间 哪是重要部分 哪是次要部分 他们之间在数量上 有什么样的比例关系 这就是结构分析 社会经济结构 就是要分析经济成分 是吧 产业部门的量的比例关系 我们教材上讲呢 把社会经济结构 又分为五大结构 叫产业结构 分配结构 交换结构 消费结构和技术结构 这些术语呢 都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术语 我们今天呢 已经很多的结构 名字已经很少见到了 我们现在常见的是产业结构 是吧 消费结构 我们都能常见 像这种分配结构和交换结构啊 我们基本上已经不提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吧 那么最主要的呢 就是产业结构分析 我们也把产业结构呢 给你详细的讲一下 什么叫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 顾门思义啊 就是组成我们社会的 不同的产业部门的 是吧 结构关系 那我们 大家可能都 比较熟知的 一种产业结构的分类方法呢 叫什么 叫做第一产业 对吧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分类 这个大家听说过吗 产业结构的 三个产业结构的分类 大家听说过吗 一二三产业 对吧 这是产业结构 全世界通行的一个分类标准 这就是产业结构 那我们的解释一下 这个产业结构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叫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他怎么加了一个顺序词呢 第是哪来的 很棒啊 有同学知道 农业工业还有服务业 对吧 第一第二第三是怎么来的 说明他有顺序 对吧 这个顺序 今天我跟你讲清楚 这个顺序哪来的 这个顺序就是我们人类 从事这个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顺序来的 所谓第一产业 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最开始玩的那个产业 最开始玩的那个产业 什么产业呀 人类最开始玩的产业 是什么产业 有人说农业 对吧 为什么是农业呀 这个农业呢 还不够准确 他应该叫做什么呢 叫做直接从自然环境中 获得这个生活资料的这种活动 就叫第一产业 注意啊 直接的啊 从自然环境里面获得的 生活资料的这类的活动 就叫第一产业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国家 第一产业是指农业了吧 为什么呀 因为农业是吧 是我们人类最开始玩的一个产业 农业也是直接从自然环境里面获得生活资料的一个活动 怎么讲啊 我们叫什么 土里刨石 是不是 我们形容农民就叫土里刨石 土就是自然环境 刨石呢 就是获得食物 土就是自然环境 直接从自然环境里获得 对吧 你想想人类早期的活动 狩猎 采摘 老师采摘不是现在很时髦的吗 对吧 原型社会的采摘没有现在这么时髦 那是为了生存 你现在的采摘 那是为了什么 休憩 休闲 完全不一样的目的了 对吧 所以农业叫做第一产业是有道理的 因为人类最早开发的这个产业呢 就是直接从自然界里面获得生产资料 收获资料 这类的我们叫第一产业 也是人类怎么样啊 最开始玩的那类产业活动 它的特点是直接从自然界里面获得生产资料 那么什么是第二产业呢 第二产业显然是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之上才出现的产业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二产业被鉴定为什么呢 所以第一产业 对第一产业的这个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进行加工的产业 就叫第二产业 加工业 就是第二产业 所以呢 它的顺序排在什么 排在第二位 举个例子 农业是第一产业 比方说我们种小麦 是吧 把小麦种下去 过几个月呢 我们把小麦收回来了 小麦收回来了 我要把它怎么样 打成面粉 对吧 把小麦磨成面粉的 这加工业就属于第二产业 那老师第二产业 为什么我们国家把它又叫做工业呢 工业 你想加工业 加工得有机器吧 是不是 加工小麦的 加工粮食这种机器啊 还得说算是小case 为什么呢 还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轻骨业 那么加工小麦需要机器 那么小麦这个机器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还有制造机器的机器 对吧 那它就属于重工业 所以呢 到了第二产业呢 它的产业链就非常长了 它最开始是对生产资料进行初步加工 而形成的一个产业 对吧 这叫第二产业 那么后来这个产业链就越来越长 你加工小麦 它有机器 那么加工 加工小麦的机器的机器呢 对吧 它的产业就往后延伸了 所以这个工业呢 就有了轻工业 又有了重工业 相关的又有重化工业 对吧 这都属于第二产业 都属于第二产业 最后明白了吧 那第三产业是什么 第三产业我们叫服务业 为什么叫服务业呀 它是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的 所以第三产业呢 实际上是排除法 它只要不是第一产业 也不是第二产业 它就一定是第三产业 那么给它定性呢 它就是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的 这叫服务业 我们叫第三产业 好吗 好了 把这个掌握一下 这就是产业结构分析 那么考试的时候 注意啊 它不可能不会出现产业结构这个词 但它可能会描述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这个你要注意把握啊 出现产业结构这个词是很难的 所以你要指着从这个材料里面看到第一 这个产业结构这个概念 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它可能会给你描述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 这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要素 我们这个宏观环境分析最爱考主观题 考主观题你需要找材料 对吧 需要提炼信息 那么我怎么找到经济因素呢 其实四个因素 PEST 经济因素是最难找的一个因素 政治的啊 社会文化的 还有技术的 那简直都是白素说的 只有经济因素是最难找的 所以大家务必把经济因素涉及到这些概念的理解了 如果你不理解 到时候你找不出来 可就麻烦了 听明白了吗 把这个要掌一掌 把这个要掌握一下 这叫产业结构 这是一种分类方法 产业结构还有一种分类方法 不是叫第一第二第三 它叫什么呢 它是根据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来划分的 也就是说这个产业里面主要投入的生产要素是什么 它又分为什么呢 它又分为什么 劳动密集型的 对吧 还有呢 资金密集型的是吧 还有呢 知识密集型的 或者叫技术密集型的 这也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分类 它是按照什么 我再说一遍 按照生产要素投入的比重 换句话说 在这个产业中 哪个生产要素占比最大 如果是劳动力支出占比最大的 它就叫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如果是资本投入占比最大的 就叫资金密集型的 如果是知识或者技术投入最大的 就叫知识或者是技术密集型的 这也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分类 这个会经常的见到 劳动密集型的 比方说服装制造业 对吧 把我们的衣服 从这个面料变成我们现在的这种衬衣 或者西服或者领带 这就是典型的服装制造业 这种产业 主要的占大头的生产要素呢 就是劳动力的工资支出 这种的我们叫劳动力密集型的 资金密集型的 有资本投入很重的 尤其是重化工业 对吧 投资很大的 你比方钢铁 对吧 重化工 这种的都属于资金密集型 还有一类呢 是知识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什么意思 有人有钱 是吧 这里面得有技术 你比方说我们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之后呢 我们被美国卡了脖子 卡了脖子卡在哪了 主要卡在芯片这上面 对吧 芯片是个什么行业呢 芯片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的 或者是技术密集型的 就卡在这了 我们中国现在缺钱吗 不缺钱 对吧 所以我们不缺钱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技术积累还不够 所以被别人抢了脖子 对吧 但是你要明白这些 这也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分类 这个要明白 这是产业结构 什么分配结构呢 我就不再详细讲了 它就主要是指呢 你的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 这叫分配结构 交换结构 你比方农业和工业互相交换 是吧 农业把这个出去产品呢 卖给这个加工制造业 对吧 加工制造业呢 其他轻工业或者是重工业呢 再给农业交换 你比方农业要买拖拉机 是吧 要买化肥 这些他们就是有交换关系 这叫交换结构 我们现在基本上不提它 消费结构还要提一提 消费结构主要是我们讲的 你消费的这个产品分类 主要有什么呢 有物质的消费 还有精神的消费 对吧 物质的消费 那最简单了 然后我们下顿管子 是吧 吃顿好的 这是物质消费 今天晚上怎么样 今天晚上我们两位去看电影 看电影就是精神消费 对吧 如果从产品的有形无形来看呢 有的是食物消费 有的是服务消费 食物就是有形的 服务呢 无形的 这个叫什么 消费结构 对吧 技术结构比较好理解 就是你的技术水平 你是原始的 还是初级的 还是中级的 还是高级的 还是尖端的 对吧 这叫技术结构 就好比咱们考证 CPE 那就是尖端的 对不对 初级中级高级 就这意思 这个呢 简单说一句 这里面重点 掌握产业结构 你要知道产业结构是怎么回事 将来看材料的时候 能知道 这在描述产业结构 这就行了 好 下一个我们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 经济发展水平 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 和达到水平 这就三个方面 规模就是量的大小 速度快慢 水平好坏 对吧 这个呢 是经济发展水平 那么它对企业有影响吗 有影响啊 对吧 你规模大 怎么样 规模大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机会多呀 对企业来讲呢 机会多 挣钱的财务就多 所以一般来讲 经济规模大 企业呢 说完了 水深可以养大鱼 就这个意思 它是有力的影响 反过来你规模小 规模小啊 没什么机会 对于企业来讲呢 赚不了大钱 速度 发展速度越快 那么呢 为企业创造机会呢 就越多 对吧 水平 水平我们一般是从 发展质量的这个高低和好坏来讲 是吧 它对企业的影响呢 也是很大的 这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那么这一类的呢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吧 会提到你比方说常用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 叫GDP GDP 这个概念啊 很多的是吧 还有人均GDP 人均国民收入 经济增长速度 这些词 在考试的时候呢 会经常的出现 啊 尤其是国民收入水平啊 是吧 经济飞速发展呢 这种话语呢 还是挺常见的 它都是在描述经济状况 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 对吧 你比方说我们国家现在的GDP 这样开两会 我们已经公布了 是吧 2022年是121万亿 这个了不起啊 这个了不起 我们五年前就多少呢 五年前是82.7万亿 对吧 十年前呢 十年前应该是52万亿 对吧 54万亿大概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十年以十年来 我们翻了一翻还多 这就是我们发展的速度 但是我们今天的发展速度怎么样 很慢了 我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2022年 我们的增长速度 它是3% 3%对企业有影响吗 影响大剧了 对吧 很多企业都倒闭了 对吗 尤其是一些这种 呃 带有这种 呃 线下体验性质的这种企业 倒闭的更严重 由于我们的这种 呃 疫情呢 对吧 反复 所以你看 整个经济发展状况 对企业的影响 我们经历了三年疫情 大家体会的特别深刻 是不是 所以经济发展速度一下降呢 企业的受影响就大了 企业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怎么样 它就会 倒闭 倒闭呢 就会裁员 裁员呢 就失业 失业呢 就没有收入 所以大家发现 这两年就业状况 也很紧张 为什么呀 与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啊 降低 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是大家去理解啊 经济发展状况呢 也会影响一个企业的业绩 这里面包括税收水平 通货膨胀率 啊 汇率 失业率 利率 等等等等 这些字呀 都是和经济有关系的 我相信各位呢 应该不会很陌生 对吧 他们怎么就影响企业的经营呢 很简单 你比方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一般来说 温和性的通胀呢 对企业经营是很友好的 所以温和性的就是 CPI不能超过3% 对吧 低于3%的 我们叫温和通胀 负数的 那是通货紧缩 高于3%的 这个通货就严重了 你比方说 去年以来 欧美遭受的这种高通胀 对吧 达到10%以上 那就相当的严重了 通货膨胀以后 对企业什么影响啊 物价飞涨啊 对吧 各种物资都还在涨价 所以企业的成本呢 就会上升 企业成本上升之后呢 将来这产品又可能卖不出去 对吧 这是通货膨胀 那反过来 如果通货紧缩呢 通货紧缩是对企业来讲呢 没有投资机会 说白了 你没有钱可赚 那影响也非常的明显 对不对 好 这是经济与发展状况的影响 啊 我们再往下看 第三个呢 是经济体制 这个内容啊 现在教材 我觉得它不应该再留着它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体制 对于中国这种转轨国家来讲呢 在改革开放已经搞了40多年的 今天呢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经济体制 是指国家经济组织的形式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资源配置方式 这个一定要明白啊 资源配置方式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经济组织的形式 那我们都知道 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 叫做市场经济体制 对吧 所以经济体制呢 外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经济体制 还有我们过去玩过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们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呢 就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是不是 慢慢的计划经济体制 早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所以今天再讲经济体制 对企业的影响呢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计划经济体制的 这个痕迹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不用管它了 哎 这一点就可以不用看了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来 对不对 没有计划体制的这个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点呢 从考试来讲肯定是出不出来这一点了 出不出来了 当然了 它要涉及到怎么办呢 涉及到你就你今天不是也了解了吗 原来经济体制就是指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别 对吧 它只要提到这些东西呢 它仍然是属于经济的范畴 你把这个理解了就可以了 好 下一个宏观经济政策 我跟你说 影响企业经济活动 最大的实际上呢 就是宏观经济政策 这是企业 在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必须紧密关注的一个信号 就是政策 有同学呢 就会提出一个疑问 老师 停一下 什么问题呀 说这怎么搞了个政策呢 你刚才讲到政治的时候 好像也提到了政策呀 对不对 那这个政策啊 到底是政治的呀 还是经济的呀 不要慌 你在这里面看到了政策 你就着急了 我告诉你 社会文化环境里面也有政策 技术环境里面还有政策 那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如果这个地方真的靠主观题了啊 这个材料呢 你就两个地方都放进去 两个地方都放 我告诉你了啊 如果发现明显的政策字眼 你就把这个材料 既放到政治环境里面去 也要放到什么 哎 他出现的那个地方去 我说清楚了吗 不要再有疑问了啊 如果出现了这种政策 不要管他 两个方面都沾就对了 啊 走上就对了 好不好 好 就这么处理啊 不要不要去想别的 好了 那么这个宏观经营政策 为什么对企业的经营影响 就这么大呢 我们首先说一下 一般来讲 宏观经营政策呢 有这么四大类政策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 和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这每一个政策 都和企业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 我们解释一下 财政政策 什么是财政啊 财政就是两个字 收与支 这就叫财政 对吧 国家的财政政策 其实就是对收支 做出安排 收就是收入 政府的收入哪来的 大头 主要的收入 就是税收 税收哪来的 羊毛除在羊身上 对吧 税收是从企业证 还有各种其他的社会主体身上 出来的 所以呢 国家调整财政政策 你比方说 调整税收政策 那对企业影响出大的虚弱 比方说我们三年的抗疫过程中 对吧 国家减免了很多企业的税收 对不对 我们的增值税改革 也减轻了一部分企业的税收的负担 这都是直接的影响 这就是什么财政政策 那你说老师财政政策除了收之外 不还有支出的吗 没错 他还有支出的 政府财政政策支出 除了给我们一般的公共服务 花下以外呢 他对企业的经营影响是什么呢 比方说专门对某些企业 或者某些行业的企业 进行财政补贴 财政补贴什么意思 就是直接把钱打给你 你政府钱的不用去赚了 政府直接给你送过来 你比方说 我们政府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对吧 对新能源汽车呢 是执行了好多年的补贴政策 对不对 就是我们去买新能源汽车 有一部分钱是政府给你掏 那这对企业来讲是什么影响 当然是政变影响了 你替我掏一部分钱 消费者的成本就节约了 就促进了他买车的积极性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财政政策的影响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主要是我们央行来执行 央行什么呀 主要是用利率的杠杆 增减 对吧 你看我们为了支持 住房市场的这个发展 对吧 我们呢 把这个手套房的贷款利率 手套房的这个首付比 把他给建下来 这都是货币政策的范畴 对不对 你政府要收紧货币 提高币率 或者是什么呢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率 就是银行 收了100块钱 的存款 那么呢 你必须留着10块钱 给我压箱顶 你只能带出去90块钱 对吧 这10块钱 就是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率 就是10比上100 那就是10 10分 10分 通过调控这存款准备金率 怎么样呢 他可以让银行的放贷能力啊 扩大或者是缩小 你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 相当银行可以放大的这个资金量呢 就更大了 相当于货币政策就放宽松了 那么从企业来讲呢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信贷 对吧 有利于他呢 去从事借贷呢 从事扩大再生产 所以这是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 收紧呢 那是反过来 产业政策 国家专门扶持某些产策 是吧 某些产业的发展呢 给予相应的这种支持和补助 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新能源汽车 就是典型的产业政策 对吧 我们这个产业政策呢 实际上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比方说给补贴 对吧 给他专门的这种贷款的这种支持 这叫产业政策 他对某一个产业内的企业呢 有利 当然也有有弊的情况 你比方说 我们在前些年搞的这个 去产能去杠杆 去库存 供给侧改革 那么对那些所谓高污染的 低附加值的产业呢 他就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产业政策也是有利有弊的 收入分配政策 这对企业呢也是有影响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收入分配啊 有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在企业和这个 个体之间的分配叫初次分配 那么国家会对初次分配呢 怎么样啊 进行限制 比方说我们规定最低 工资保障线 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 实际上就加重了企业的负贷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按照市场的这种规则呢 他可以把工资降的更低 但是呢 国家不让 你再低不能低于这个工资线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抬高了 企业的支付成本 对吧 他对企业的实际上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因为他可以把工资更降的更低嘛 对吧 但是国家不允许啊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收入分配政策 他对企业的影响 我刚才说了 经济环境对企业影响最大最直接的 其实就是宏观经济政策 这一点大家要重视一下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其他经济条件 工资水平啊 供应商啊 竞争对手的 这种价格变化 这个其他的呢 注意这些术语就行了 你叫工资 这个一放你就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经济环境 是吧 供应商竞争对手的这种价格的变化 这都是经济环境的术语 那么这个其他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要素市场 是吧 生产要素市场 有产品市场 还有要素市场 要素市场就是你生产产品 在说 这个原材料啊 能源呢 这方面的这个市场情况 也对企业有影响 对不对 你反正工资涨价了 工资涨价了 实际上是工资水平提高了 那么企业支付的这种啊 劳动力的成本呢就增加了 对不对 工资商 工资商你比方说能源涨价了 对吧 他的成本结构也涨价了 你比方说俄乌战争中 就导致了欧洲 尤其是德国的 是吧 企业的能源价格暴涨 天气翻了好几倍 那他当然他的成本之中就了不起了 所以你看德国企业怎么办呢 德国企业对这种情况很简单 那就是逃跑 赶紧把产能下外转移 对不对 你看宝马就到我们谁啊 偷了100亿 盖了一个工厂 这个搞化工的 是吧 又到我们的广东 又偷了100亿 这就德国企业对什么呢 对于这个经济环境的一种所谓 适应 因为你的这个生产 你的生产成本太高了 所以这个企业只能怎么样 只能外迁了 这就是经济环境 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大家体会到了没有 这里面呢 要注意这些关键顺利就行了 好我们下面看社会和文化环境 这个环境呢 我刚刚说了 是人的集合形成了社会 所以呢 这个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范畴 所以他更多的是关注人本身的什么 人本身的这种财富的多少啊 对吧 人的这种价值观呢 人的这种消费心理啊 我们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 习惯呢 这些都是社会文化环境 那么这些对企业会有影响吗 会有影响吗 我跟你讲 刚才我说了宏观经济政策企业是必须密切关注的 那是政府出台直接影响你企业经营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啊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人呢 这个人就是企业的潜在的客户 对吗 这是你的上帝呀 你能不重视他吗 所以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对企业的经营啊 有密切的影响 因为这就是客户自身的行为 你能不关注他吗 我们前面讲经营哲学 你还把客户当成上帝呢 对吧 难道上帝的一举一动 你不关注行吗 肯定不行 必须要关注上帝 那怎么关注啊 哎 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 人口因素是最基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分析因素 就是我们说的人的自身的特点 人口有自身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生老病死 人口因素实际上就是在人的生老病死的基础之上进行分析 什么意思啊 老师 生就是出生率 对吧 出生率的高低对企业影响大吗 那当然大了 对不对 你比方说我们2016年放开二行 放开二行政策 当天我们看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对吧 示范跟这个儿童消费有关的企业 齐刷刷的 一字涨停 奶粉的 玩具的 对吧 后来呢 后来的衍生到什么 服装的 然后呢 教育领域的 都跟着涨停了 为什么呀 这么敏感呢 因为放开二胎了 放开二胎了 人们就可以 是吧 再多生一个孩子了 多生一个孩子 对企业来讲 那就是上帝又来了 对不对 所以卖奶粉的涨停了 是吧 卖玩具的涨停了 卖服装的也涨停了 最后呢 搞培训的也涨停了 培训一看 虽然马上这个不是我们客户 但是未来一定是成为我们客户的 是不是 又生小 小生初 这就是他的逻辑 这就是他涨停的逻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人口因素 是吧 对企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老 老龄化 我们现在是老龄化社会 对吧 那么他对企业的影响呢 就不是特别友好了 一般来说 老龄社会是消费萎缩的社会 那么对企业来讲呢 是必大于利的 当然了 你换一个角度讲呢 专门对老年人服务的这个企业呢 就迎来了他的春天 我们叫银发经济 对吧 老年人的康复啊 保养啊 医疗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人口因素 对不同的行业呢 影响是有利有利 对不对啊 所以生老病死呢 会演出很多的人口的这个比率关系 生的病死的多 那么最后就剩下一个竞争人口 时间长了 最后一个总人口 是吧 人口的总规模 对企业的影响 那就大了去了 我们说中国市场是全世界 唯一的一个14亿人的统一的大市场 什么意思啊 这对企业来讲呢 就意味着机会 对企业来讲 失去中国市场 那简直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美贸易战打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美国的很多企业反而跑到白宫 去请愿去了 是吧 去收复美国的总统 说不要对华为下这么狠的死手 你这个打死他的时候 我们也活不了了 有意思吧 他们为我们华为去说清楚 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很多的这个企业的营收都在中国 你要离离开了中国市场 他立马 他的公司的收入就会润价 那么反映在资本市场上 股票价格就会狂跌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这就是市场规模对企业的影响 各位去体会 各位去体会 这是人口因素 社会流动性 这是个社会学概念 不好理解 但是呢 其实你就保证一个就行了 社会流动性 它其实是以财富为标准的社会分层现象 把这一点记住就OK了 它是以财富的多少来进行的社会分层 就叫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就是指呢 这是有钱人 这是中产阶级 是吧 这是呢 稍微穷一点的 分成了三层 对吧 社会流动就是假的 不断的向上流动 这叫社会流动 但是你要明白啊 我们这里面借鉴社会流动呢 不是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啊 这个流通的通道要怎么样 要通畅 然后社会呢 它是稳定的 我们这里面借用的是社会分层的这个标准 以什么分层 是以社会 是以你拥有财富的多广来分层的 财富的多少对企业有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了 啊 我们后面会讲市场营销 人家企业是要看人下菜叠的 你别说歧视你 为什么呀 因为你买不起呀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产品在定位的时候 怎么定位呀 主要就是看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你有钱人是吧 跟中产阶级跟这个我们一般的啊 工薪阶层那不一样的 那顶级富豪 对吧 哎 玩的是两亿的游艇 那我们一般人玩不起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社会流动性 以社会财富的多寡来分层 对企业的产品定位呀 对吧 有非常大的影响 就讲这么多啊 我要不跟你讲 你绝对看不懂 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意思 第三个呢 是消费心理 消费心理就不用说了 消费者的这种消费偏好 是吧 这是我们企业必须要重视 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需要什么 我们就生产什么呀 对吧 你能不围绕着消费者的心理去进行吗 必须的呀 对不对 一定要投其所好啊 你不投其所好怎么赚他的钱呢 所以这个我不多说了啊 生活方式的变化 对企业的影响呢 也是非常大的 生活方式就是人们一贯的 是吧 一种的这种行为模式 就叫生活方式 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兴起了 它一定会对企业呢 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举个例子 三年抗疫 对吧 我们大家都宅在家里面 大家想一想 这种新型的宅经济 是吧 也可以看成一种生活方式 被迫的 我没有办法出门了 没有办法出门了 人们的工作生活 全都集中在家庭这个小范围内 这就是宅嘛 对不对 那么促成了哪些需求呢 你比方说 在线会议 对吧 激增 腾讯会议就怎么样 脱颖而出了 在这方面 华为也重视到了 也注意到了 但是呢 从实践结果来看呢 还是没有干过腾讯 腾讯呢 在这方面呢 脱颖而出 成为了很大的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 看到了吗 这就是生活方式 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生活方式会不断的演绎出来 那么其实最大的 对中国人来说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什么呢 是旅游 对吧 出游 旅游这种生活方式是1999年 5月1日 中国第一个黄金周出生出来的 或者说那一年是中国人的旅游元年 对吧 因为放假时间太长了 一下放了提前价 干什么去啊 玩而去 所以那一年可以看到是中国人的旅游元年 1999年 这个旅游成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后呢 怎么样 它对企业的影响就大了去了 它带上了很多的新的产业 休闲经济 对吧 食品有休闲食品 服装有休闲服装 对吧 人们呢 还要什么 还要有这种交通工具的诉求 中国的高铁 对吧 中国的私家车 都在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之下的爆发起来 对不对 自驾游 催生了人们对SUV车型的需求 我们本土企业长城汽车 就抓准了这个趋势 对吧 从而做大做强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生活方式对企业的影响 对吧 大家去体会 再有个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我们人们 那个常识期的一种社会习惯 它对企业的影响呢 也不能小觑 你比方说 我们中国人的节日经济 逢年过节的是吧 要走亲访友 那对企业来讲呢 你就得多备货呀 比方一到过年的时候 你不备货 那你这个商机就错失了 对吧 一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消费是很大的 所以节日经济 这就属于典型的文化传 你再比方说价值观 价值观呢 就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这个评价标准 不从价值观对企业有影响 那么最经典的 就是日本的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差距 对吧 日本的企业重视集体主义 美国的企业呢 重视个人主义 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对企业的绩效 影响是不同的 对不对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了解了解 一个日语的美国人写的威廉大内 是吧 叫最理论 最理论 专门研究日美企业的这种管理方式 是吧 价值观的这种差异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这个呢 我就不再举例了 这是什么 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最后一个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就相当的简单了 如果从考试来看啊 技术这两个字呀 从来都隐藏不住 它就叫技术 没有任何一个代名词 也没有第二个名称 所以呢 这方面的因素呢 一般的也是找不错的 对吧 那么技术环境 既包括科技体制 科技政策 看又来政策了 对不对 没关系 科技水平发展趋势 所以这个就特别简单 我就不再给大家展开讲了 是吧 技术的进步呢 可以对市场分析更加有效 这是我们讲 对市场分析的方面 技术的进步 新技术会导致什么 新的产品 新的需求 这个我们在讲产品创新的时候 就讲过它了 对不对 新技术出来 肯定会有新产品的 新需求 这是没问题的 技术进步 还可以为你创造竞争优势 我们讲战略创新的时候 讲过吧 竞争优势 技术进步 还可以导致什么呢 产品被淘汰 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 这就不断的推出新产品 就这个意思 技术进步呢 还可以让企业更多的关注 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增长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社会责任了吧 环境保护 跟我们前面讲的 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系 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的这种 新型的这种 暗氧化碳的这种收集技术 是吧 脱流技术 等等等等 新能源汽车的这种 是吧 都可以在什么呀 环境保护方面的发作作用 总而言之呢 从考试来讲 技术这个因素 我说了啊 是最容易找到的 因为它从来都隐藏不了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质量呢 我们讲这么多 我们呢 做一道题 结束今天的这个讲课 说下列各项中不属于PEST分析的经济环境的是 单选题 哪个 哪个 这个应该选错不了了 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不属于经济的 你前面不要 按照一般的思维 人口不也是经济吗 对吧 哎不是啊 人口在我们这里面是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答案是D 答案是D 好吧 今天我们就到这吧